国航 国航现在是中国唯一一家载旗飞行的航空公司 国航现在有员工三万六千人 目前我们的航线网络覆盖二十九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千一百四十多个目的地 这样的话呢我们国航对于国际化的一个定义呢 我们是说国际化的视野国际化的思维国际化竞争手段和国际化的沟通能力 如果说我们的英文水平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的话 那我们能够很自如地跟我们的国际同行去交流去沟通 去交换更多的信息和资源 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获取到更多的客户和市场 我相信就是把这个语言的学习和培训直接关联到我们的这个战略重点上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很自然的我们就从国际化的沟通能力里边分解出来就是英语水平和能力的提升 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实施的这样的一个英语水平提升的项目 尽管这个项目开始到现在也才有三个月的时间 但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一点点的成绩 我们在11月初的时候去参加IATA国际航协的人力资本峰会 和我一起去的我们人力资源部的副总经理 他就是说如果之前没有应付英语在线学习的这个经理 他真的没有勇气去到这个会议的现场 因为这个会议我们之前就被告知 它是一个全英文的一个会议 AIR-TIME My name is Julia from AIR-China Now I am responsible for th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AIR-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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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TIME